女人带着儿子刚刚回国 不料下一秒孩子就走丢 可这边的小孩不但没有害怕 还上前抱住陌生男人叫爸爸 眼见孩子不肯松手 助理连忙将他拉开 而总裁却并没有生气 还细心地询问小孩他妈妈呢 眼看董事会即将召开 总裁当即决定让助理留下帮他找妈妈 自己先行去公司 可小孩却不同意 表示自己不能离开爸爸 无奈的总裁只好答应他 随即便打算先将他带到公司 看见小孩带着的电话号码 便让助理给他妈妈打去电话 让他一会来东升集团接孩子 等挂掉电话女人才想起来 那个不就是前男友的公司吗 不由地害怕起来 可为了孩子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公司 一进屋钟灵便抱住了可乐 表示妈妈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等男人转过头来 钟灵才发现他就是前男友韩东来 那个他无数次想要遗忘的人 随即男人便叫助理将孩子带了出去 跟女人诉说着六年来的痛苦 原来六年前他们本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却在上山游玩的时候遭遇雪崩 那一刻东来为了保护钟灵被巨石砸中 导致他陷入昏迷面临截肢的风险 而现在唯一能救他的便是这家医院的院长 随即女人便仗着自己院长女儿的身份 跟钟灵提出条件 为了救下心爱之人 钟灵履行了对新精女的承诺 新精女还假惺惺地规劝钟灵 可钟灵知道自己不能说出一切 就让这些痛苦由他一人承担吧 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 韩东来从没有放下这一切 更是对他的不告而别愤怒到了极点 因为他不知道真相如何 所以在他眼中中灵就是那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孩子的父亲是谁 可女人只想推开他 没想到这更加激起了总裁的愤怒 六年前他对他碍入骨髓 六年后却对他满眼恨影 只因女人在他最需要他的时候选择离开 可令男人没想到的是 女人的选择实属无奈 因为如果他选择留下来 新精女就不会让院长父亲给他医治 所以他只能选择忍痛割爱 可女人并不打算告诉总裁这一切 导致总裁认为他是嫌弃自己的残疾才会抛弃他 所以他将女人的孩子控制起来 还强迫女人当众脱衣 来满足他那一岁的自尊心 可就在这个时候助理跑了进来 表示孩子不知为什么就晕倒了 等大家将孩子带到医院 才从钟灵的口中得知孩子天生患有糖尿病 因为过于担心钟灵差点晕倒 连总裁都露出了担心的神情 随即便打算跟钟灵道歉 没想到此时总裁妈妈和新精女赶来 上去就给钟灵来了的大嘴巴子 还讽刺那孩子就是个野种 使得钟灵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随后一个男人赶了过来打断了几人的谈话 经新精女介绍 总裁才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影帝楚墨 还被母亲嘲讽那一孩子就是他俩生了 可钟灵和楚墨却懒得搭理这帮人 听完医生的叮嘱便打算离开 却又被寒动来叫住 他是你儿子的父亲吗 跟你没关系 随后他们来到可乐的病房 护士要给小可乐扎椅倒素 可母亲看着可乐那不满针孔的胳膊鱼心不忍 楚墨看出了钟灵的窘迫 随即表示那我们打肚皮吧 小可乐也十分乐观 跟母亲表示自己不疼的 看着孩子如此坚强 他们也深受触动 随后楚墨有事打算离开 钟灵也跟了出来 他不断开导钟灵一切会好的 还给他的漫画找到了影视化合作 使他不用为钱而担心 可令两人都没想到的是却被狗仔跟踪 还拍下了他们的亲密照片 与人来到影视公司谈漫感合作 没想到又遇见了腹黑的前男友 原来是他收购了之前的影视公司 只为让他留在自己的身边 可钟灵却并不打算回来了 因为他不想与韩家再有瓜葛 气得他上去就给总裁一巴掌 转头便打算离开 却不料被总裁一把拽入怀中 并质问钟灵你和楚墨什么关系 可乐到底是谁的孩子 而钟灵只是淡淡地表示 这一切跟你都没有关系 一句话便让钟灵放下了所有的抵抗 可眼角的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总裁看着这个他曾经深爱的女人 也不想再做什么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滚 跑出去的钟灵也不想相信 为什么命运的齿轮会让他们再次相遇 但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儿子可乐 其他的他也不敢多想 随后钟灵遇到了楚墨 上车后才得知 上次他们在医院被狗仔偷拍 现在医院那边都是记者 所以自己才会过来接他 还表示已经叫助理去照顾可乐 让他不要担心 等到了钟灵住的地方 楚墨才发现这里又小又简陋 表示想给他换个地方 可钟灵却表示 几年前你不是也住在这种地方吗 原来他们相识在一个雪天 钟灵看见小混混们在打一个男孩 随即便出手制止 表示自己已经报警 才把他们给吓走 可下一秒他便体力不知昏倒在地 到医院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 当红男星被狗仔偷拍 致使新闻登顶热榜低 导致公司股票跌至最低点 随即楚墨便打算召开发布会 可他想的并不是为自己澄清 而是打算通过官宣 来减少对钟灵造成的伤害 正当他准备说出口之时 总裁出现拦住了他 随后表示我们公司不但不会撤资 还会追加投资权力打造 对于媒体有关绯闻的报道 总裁表示两人只是商业合作 并无其他关系 如果再有此类报道出现 我们公司会予以追责 吓得记者们也不敢再多说一句 随后钟灵跑出来 向总裁表达了感谢 可他只是淡淡地表示 自己只在乎利益不要想多了 看着楚莫那副不屑的表情 总裁随即表示让钟灵来推他 就是为了让楚莫摆清自己的位置 楚莫不服气地想叫住钟灵 却被经纪人拦住 警告他不要再惹事了 而这边的新金女 跑到了可乐的病房 只为知晓他到底是谁的孩子 可孩子根本不上他的头 还讽刺他是丑阿姨 这句话给新金女气得不行 可他还是耐心地表示 我们以前在总裁叔叔公司见过的呀 却被可乐纠正 那不是叔叔是爸爸 这个时候钟灵刚好回来 看见新金女的到来 他心生警惕 随即便叫可乐跟小朋友玩去 等孩子走后 新金女开始嘲讽钟灵 表示你这间高级病房 是不是总裁安排的 眼看钟灵不想搭理他 随即便拿起桌子上的照片 还警告钟灵不要打总裁的主意 否则你的儿子就要遭殃了 可他不应该挑战一个母亲的底线 因为他也不知道此时会做出什么 本不想愤怒的钟灵 听见女人的二次警告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不料下一秒就被玻璃抵住脖子 最后钟灵质问新金女 六年前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 害怕丢掉性命的新金女说出了事情 原来六年前是他约钟灵来山上的 让别人抛下石头也只是为了除掉他 不过令他没料到的是 寒冬来尽不顾生命跑来救他 得到答案的钟灵放下了玻璃 没想到新金女却不依不饶 可钟灵却并不打算揭穿他 因为现在的他只想和儿子过普通生活 随后便放他离开 可新金女才不会领情 随即便找到一直帮他做事的混混 不过这回的混混不止想要钱 还想要更多的东西 要不是你脸蛋和身材让我着迷 就凭你这点钱 你凭什么用这么多钱 还是他拿出林家大小姐的身份 才让男人知难而退 随后男人便找到钟灵的房东 警告他们今天必须把那个女人赶走 欺软怕硬的房东夫妇只好照办 随即便要将钟灵母子撵走 可钟灵却还在据理力争 表示我们可是签了租房合同的 可他们才不管 随即男人便要跟他们动粗 还表示再不走就把你们的东西烧了 钟灵看着他拿出打火机随即一把抢过 气得男人想要动手 却被一个高大的男人一把推倒 原来他是总裁的保镖 他们都以为男人会消停一些 没想到他还想上前一滴多 随即便被保镖扣住 你这烂舌头不要野发 房东大妈还想叫人 不料邻居刚来便被屋内的场景吓退 正当总裁准备动手之际钟灵拦住了他 随后便带着行李走出了屋子 那男人还是不服想追上去 却被女人拦住 表示前已到手不要再追 不料却被总裁听见 吓得他们赶忙跑进屋里 总裁跟保镖示意给我查清楚 随后保镖带着可乐去取车 只为给两人创造独处事件 钟灵询问他怎么会知道自己住在那里 总裁却表示只要自己想知道就一定能知道 使得钟灵十分不开心 有种被监视的感觉 可他还是对总裁表达了感谢 总裁却表示不用他感谢 自己只不过是看楚沫有工作不能来 才替他照顾一下儿子 钟灵表示你一定是误会了 楚沫不是可乐的爸爸 可当总裁问起可乐爸爸的时候 他又陷入了沉默 这令总裁十分生气 可钟灵却还是无关紧要的 说出那句跟你没关系 总裁表示别欺骗自己了 难道你还要逃避现实吗 但总裁内心还深爱着他 不过是想弄清楚孩子父亲是谁 可女人却并不想让他知道 还一次次地说出与你无关 使总裁那颗想靠近他的心再次停泊 不过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可乐竟会成为他们的助攻小能手 看着孩子一次次地请求 钟灵只好跟着总裁回了家 不过更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小可乐竟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今天晚上我要和韩叔叔和妈妈一起睡 不行 虽然嘴上说着不行 但是为了红可乐睡觉 也只好与总裁躺在一张床上 钟灵劝诫自己这都是为了孩子 可脑袋却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 受不了的他随即走出房间 而这边的总裁其实也没有睡着 早晨的钟灵梦见总裁叫他起床 没想到一睁眼镜是可乐 孩子表示自己想去卫生间 可韩叔叔在里面一直不出来 自己也没办法进去 随后钟灵便带着可乐来到门口 敲了几声发现无人应答 害怕出事的他当即跑了进去 才发现总裁已经高烧昏迷 那一刻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只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等保镖来了之后 钟灵才得知总裁经常发烧 都是六年前那场灾难留下的后遗症 他听到这些内心更加愧疚 随即便决定由自己来照顾他 等保镖带着孩子走后 钟灵开始照顾总裁 却听到他一直在呼唤自己的名字 耳朵贴近之后总裁突然醒来 钟灵随即离开保持距离 却被总裁再次拉近 这一次他不会再放开他 男人只因多说了一句话 便遭到女人殴打羞辱 顺着男人给的信息 新金女找到了钟灵 打完人后他还理直气壮 可钟灵却懒得理他随即便要离开 没想到新金女更加得寸进尺 气得钟灵赏给他一框烂菜叶 让他清醒清醒 可女人却不知悔改 还讽刺钟灵又当又立 一边说着不想回来 一边却还赖着不走 可钟灵一点都不惯着他 表示如果你真的照顾好他的话 我就不会回来 可是现在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你却一点不知 可新金女又怎会听得进去 眼看无可奈何 新金女也只好离开 回到屋里后 虽然钟灵有所不舍 但是他知道两人之间 有条无法逾越的隔阂 随即冷漠地表示 让总裁回家去 这间屋子自己会给他付租金的 总裁忘得他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随即便顺从了钟灵的想法 可心底里却还是放不下他 而这边的新金女 陪着总裁妈妈外出 只为让他提前打好招呼的记者们 将自己与韩东来订婚的消息报道出去 总裁妈妈也顺势答应下来 来用舆论的压力迫使总裁接受 可怕总裁不会选择顺从 当即便带着心中早已认定的妻子 来到了与新金女的订婚晚宴 还傲娇地表示 想见见她的订婚对象 搞得在场各位都十分尴尬 此时不嫌失大的记者们随即围了上来 可刚想问问题就被保镖赶走 此时新金女临下溪的父母也来了脾气 总裁妈妈刚想说这都是误会 却被总裁打断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去临下溪 不谈拒绝 气得新金女愤然离场 可新金女的父母却不打算善罢甘休 随即便找到钟灵警告她要自重一些 但是钟灵根本不想理会他们 当即便选择转身离开 没想到一出来就看到 新金女在和一个男人攀谈着 看着那个男人十分熟悉仿佛在哪里见过 思考片刻才记起 她便是六年前把自己锁在山上的男人 钟灵不由地感到害怕 随即便给楚莫打去电话 让她帮忙查一查 而这边的新金女带着男人来到自家会馆 跟她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情绪 还不忘嘲讽她就是个废物 男人本不想跟她计较 不料却使得新金女更加猖狂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平时听话的舔狗一号 也会有爆发的时候 随后她掐着新金女的脖子 表示如果自己再进去的话 一定会拉上你这个垫背的 吓得新金女不含而立 可男人才不会理会她 随即便走出会所 不过令她没想到的是 这边的楚莫一直在监视着他们 男人被壮汉爆摔999次 只因她动了跟老板抢女人的心思 眼看总裁没有喊平的意思 导演随即表示再来一次 这让善良的女演员十分生气 怒斥他们没有素质滥用职权 可总裁却选择戴上墨镜不听 随即表示自己还想看快点开始 得到指令的导演只好遵从老板的意思 还好此时的剧本顾问钟灵回来了 听着女演员说完自己的不满后 跑向了一旁受伤的楚莫 看着她的伤钟灵十分生气 而此时的总裁也不想顶着全组的压力 随即便表示休息三天 看着钟灵走后总裁也跟了上去 表示要跟钟灵讨论剧本 可钟灵却表示你不配 仗着自己是资方就乱改剧本 还不断欺压剧组演员 离开总裁后 钟灵来到与楚莫约好的餐厅 询问她的伤好些了吗 楚莫则表示小伤不足挂齿 随后楚莫好奇地问起 她与寒冬来的关系 才得知原来可乐的父亲就是寒冬来 楚莫表示你打算一直不告诉她吗 这种事情也不能瞒一辈子 可钟灵却表示不想让总裁知道 等可乐病好后就带她离开 随后楚莫将调查黑衣人的结果 告诉了钟灵 她没想到堂堂林大小姐敬会 和混混有来往 不过令他们更没想到的是 这时的林夏希刚好推着总裁进来 看着他们的亲密举动 总裁十分生气 随即便让新金女推她到旁边 听着新金女说着两人的坏话楚莫十分不愿 可听着两人讨论婚事 钟灵实在是难以下咽 随即便表示自己已经吃饱 可刚要离开却被总裁拦住 问她是否在意自己结婚 钟灵却表示跟我没关系 还一把甩开了总裁的手 冷漠地表示我们不是一路人 这句话直接惹恼了楚莫 她表示钟灵是她最真实的人 不是你这种人渣可以见她的 这时候新金女也站起来加入了混战 听清楚莫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总裁想封杀你的话就是动动手指的事情 可没想到此时的总裁却站了起来 惊呆了在场的众人 连楚莫都不敬讽刺到你应该感谢我 小男孩吃下陌生女人送来的糖果 下一秒便晕倒在地 连母亲的呼唤也无法将其叫醒 这时女人才得知孩子患有糖尿病 可现在说这些都于事无补 随即女人便带着儿子赶往医院 到达医院后 总裁妈妈指责总裁对她隐瞒孩子的病情 却让总裁发现了奇怪之处 没想到一直冷漠的母亲也会关心别人 总裁母亲嘴上说着只是看她可爱 其实是怀疑可乐是总裁的孩子 随后她匆匆离开 来到医院检验科 将两人的头发递给医生后 便要转身离开 没想到刚一出去就碰到了临下戏 新金女询问她到医院做什么 这回总裁妈妈也留了个心眼 表示自己只是来医院找老朋友叙叙酒 可新金女还是怀疑到了可乐的身上 隔天便找到检验科的张主任 只为拿到韩夫人的检验报告 而张主任碍于她的院长父亲 只好将报告交给了她 随后新金女便跑到楼道独自查看 发现真相的她愤怒不已 随即便给总裁母亲打去电话 将之前准备好的假报告交给了她 第二天刚起床的总裁就被母亲叫住 还把那份伪造的假报告给她查看 警告她不要给别人养孩子 而总裁却只是淡淡地表示这不重要 随后便匆匆离开 等到片场收工后 同时邀请钟灵一块聚餐 却被总裁拦下 可到家后总裁说是要商讨剧情 实则一直想问她可乐父亲是谁 但钟灵却从不正面回答 使得总裁忍不住说出心中想法 可总裁还是恳切地表示自己想知道 却只得到了钟灵的一句你无权不问 男导演看着女编剧喝下秘制果汁 随即便开始动手动脚 看出她目的的钟灵打算离开 却发现自己头晕目眩浑身贪软 而此时导演也不打算再装下去 随即露出禽兽的表情 准备对钟灵形不轨之事 眼看女人还想抵抗 当即一巴掌打上去 警告她要是再不听话 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 可女人却不想就此妥协 用仅存的力气拿起花瓶将其砸倒 这时楚墨也来到了导演门前 打算跟她商量一下剧本 使得钟灵的希望再次被燃起 可刚要喊出口就被一张大手捂住 随后狡猾的导演表示自己已经睡了 让楚墨明天再跟她说 正当楚墨准备离开之际 钟灵不想希望就此破灭 随即拉下桌布打碎酒杯 眼看导演被吓得松开了手 他当即大喊楚墨救我 听到钟灵声音的楚墨一脚将门踹开 看着这一幕他无比愤怒 当即便把导演变成人肉沙包 可他知道现在重要的不是殴打出场 而是把受伤的钟灵带去医院 这边楚墨刚安顿好钟灵 得到消息的总裁便赶了过来 随即楚墨拽着他的衣领 问到这件事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总裁表示我怎么会伤害钟灵 却遭到楚墨的讽刺 是吗 你伤害他的事还少吗 这让总裁陷入沉思 接着楚墨继续对他吼着 表示你如果保护不了他 就不要来打扰他 总裁无奈地表示 那你这个大名区能给他普通演书 两人都陷入了思考 还是楚墨打破僵局 表示我们俩都不配 等他走后 总裁终于放下了高高在上的姿态 握着钟灵的手安抚着他不安的情绪 可思考片刻他还是选择了离开 而这边的新金女却独自喝着闷酒 因为他找人侵犯钟灵的计划又落空了 郁郁寡欢之际小混混又来给他添堵 表示六年前的事情被人找出来了 如果不想进去的话就给我一个数 新金女以为他说的是一百万 随即便答应下来 没想到男人竟狮子大开口提出一千万 还向他承诺自己出国后不会再回来 却被新金女一口回绝讽刺他就是一条狗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今天这个小小的决定竟会使他后悔终身 不过公司利益将他全面曝光 使得公司董事们都怨声在道 表示当务之急是将导演洗白 才能使公司的损失降到最低 冷漠地表示不同 听到这话的董事们更加气愤 表示如果你想因为私事连累公司的话 我们也可另请高明 而总裁却表示这些我都不在乎 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无法保护的话 那我也不配做这个总裁了 看着他匆匆离开 在场的各位都十分懵圈 出去的总裁还不解气 表示要全面封杀男导演 却碰到了刚出院的钟灵 随后两人来到咖啡厅 钟灵对这件事向总裁表达感谢 总裁却跟他道了歉 责怪自己没有保护好钟灵 随后钟灵询问总裁是否能原谅六年前的他 当然不能了 钟灵刚想回答却接到了楚莫的电话 而这边的总裁也接到了助理的电话 接完电话的钟灵打算跟总裁说出六年前的真相 可总裁却表示自己都知道 随后便带他来到会议室 原来楚莫和助理同事在调查六年前的事情 四人把证据一整合便拼凑起了事情的真相 而且楚莫找到了现场的录音可以作为物证 红发男也找到了助理表示愿意自首做人证 总裁打算直接报警 钟灵却想找到林夏希当面对质 刚好总裁母亲给总裁打来电话 让她快点回来陪夏希吃饭 知晓星金女位置的两人随即便赶回家中 只为揭开她那虚伪的面纱 星金女眼见情况不对 连忙报警总裁夫人 表示自己知道错了 夏希我还是了解的 不然让夏希给钟灵道个歉不住啊 这些话让钟灵十分气愤 你也没有被导演怎么样啊 总裁没想到母亲竟会说出这种话 随即表示您一定是被她骗了 眼看星金女还想栽赃嫁货 钟灵随即便掏出录音证据 我查过了 那天大雨雪 总以为事故很简单的 这段对话直接让林夏希破坊 表示这一定是诽谤 可钟灵却不慌不忙地拿出了红发男的照片 没想到星金女还在欺骗自己 抢过男人照片撕的粉碎 随后钟灵说出男人已经自首的事情 表示再不承认等待你的只有更高的刑法 崩溃的星金女抱住总裁妈妈表示不是我 可她对这个谎话连篇的人早已失去信任 随后她向总裁保证自己不会害她 却得到总裁不屑的话语 真的假的 警察都会查清楚 看着钟灵一句句揭穿她过往 再加上众人对她的信任崩塌 重重打击下星金女彻底崩溃 拿起桌上的水果刀刺向钟灵 不料总裁竟挡在了她的身前 看着那滴滴血迹几人都清醒过来 到达医院后两人都十分担心 直到听医生说出手术成功才放下心来 看着总裁妈妈因为过于担心险些晕倒 钟灵表示自己看着她就行宁先过去吧 她没想到当初被她误会的女孩竟如此懂事 随即便给钟灵道了歉 表示之前自己太糊涂 钟灵却大气地表示 没事我们都是为了东来 随后助理便陪着总裁妈妈离开 没想到在半路遇到了检验课主任 她跟总裁妈妈道喜 表示她的孙子用不了多久就能出院 这句话直接使她头脑晕晕 奶奶到幼儿园接孙子 可小男孩却表示不认识她 还说她是老巫婆 原来都是因为几天前 她听信了心经理的谎话 认为小男孩不是自己的孙子 所以对她说了十分狠心的话 当时被赶走的她还在沾沾自喜 庆幸着没有素质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孙子 而现在的她却无比后悔 隔天便以看望出院的儿子为友 来到了他们的三口之家 还给可乐带了她最喜欢的玩具 不料却被可乐一把推开 钟灵当即便教育起了她 表示要尊重长辈 可乐却反驳道 她就说话难的 她说可乐是野孩子 没有爸爸 这让总裁十分难堪 奶奶随即给可乐道了钱 表示当时是奶奶糊涂 却并没有得到她的谅解 却再一次被拒绝 这时总裁也看出了母亲的反常 随后便带着她尴尬离开 到家后母亲对总裁说出了事情 表示当时我们都被林下戏骗了 其实可乐是你的儿子 这句话让总裁无比震惊 他不敢相信钟灵一直在骗她 随后钟灵来到与她的约会地点 而总裁却将手机关机不予理会 他无法容忍一个一直欺骗她的女人 这边的钟灵从中午等到晚上 一直没有等到那个心心念念的人 直到半夜才等来了回家的总裁 他询问总裁为什么爽乐 而总裁只是淡淡地表示自己忘了 看着钟灵一遍遍地质问她 总裁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钟灵望着她这个样子 想着她应该是知道了真相 随即跟她解释道 自己今天约你就是要说这件事的 钟灵表示自己只是害怕你把可乐抢走 而总裁表示你现在还在跟我划清界限 我已经看不清你哪句话是真的 却被总裁一把推开 随后转身离开 这时的钟灵还想要挽回她 可男人的心却再也承受不住她给的爱 两人历尽磨难终成眷属 可又因女人对她的欺骗 使得总裁不敢再去相信 但是却还对她念念不忘 而这边的钟灵也同样思念着她 因为找不到总裁送她的项链 便把屋子翻了得底朝天 可乐看到妈妈这个样子十分担心 随即便拨通了楚莫哥哥的电话 等楚莫来了以后 钟灵的情绪稍有缓和 却在孩子走后再也绷不住 跟楚莫哭诉着自己的愚蠢 楚莫表示自己跟她一块找 可两人找了许久始终没有找到 连钟灵都表示不重要了 反正这一切就要过去了 在楚莫询问下才得知 钟灵今天就要离开这个城市 本来她还想劝劝钟灵 可看见她那坚定的眼神 还是选择了放弃 下一秒却在沙发上找到了钟灵的项链 看着钟灵在找到项链时 眼睛重燃的光亮 楚莫便知晓了答案 等钟灵去收拾东西时 她拿起项链将它送到了总裁的手中 看着总裁还是如此犹豫 楚莫替她解开了心中的困惑 我和钟灵都是不玩 所以钟灵才会这么害怕 可乐给你枪草 随后楚莫告诉了总裁钟灵的航班时间 希望他能勇敢去面对自己内心的想法 等楚莫走后 总裁望着项链陷入了沉思 而这边钟灵带着可乐坐上了去往机场的车 登上飞机后两人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本以为与总裁的命运纠葛会原尽于此 没想到此时一只手给他扶住了箱子 转头之际竟是那个贪日夜思念之人 两人谈话间小可乐听见熟悉的声音 随即转过头看见了朝思暮想的叔叔 以后不能叫叔叔了 叫叫爸爸 随后拿出了那条定情项链 表示这回我不会弄丢你了 几个月后楚莫的新剧终于拍完了 曼莉询问他对以后有什么想法 楚莫表示打算去度个假休息几天 还邀请曼莉一起 两人的关系也更近了一步 这边的一家三口也来参加沙青宴了 下一秒总裁却喊住了钟灵 随后单膝跪地拿出了准备已久的戒子 钟灵 这六年不幸运了 看着那个闪闪发光的戒子 如同总裁的真心一般赤城 钟灵眼含热泪地答应了他 给这段缺失了六年时光的爱情 写下了完美的结局